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TV 在这里跟大家更新一则突发的消息 香港池云山刚才发生了一宗斩人案 在大约8点15分左右 香港警方接获一个男子报案 他自己在池政邨2号停车场 被一名男子斩箱手报 对方行空后登上一辆私家车逃走了 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 在现场为年约30岁的事主包扎伤口后 就将他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 警方在现场进行调查 并正在追寻涉案的疑犯 据现场消息了解 疑犯年约30岁 案发时伸穿深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褲 现场消息也指 市主在停车场2楼拍好他的白色Texler后 走到升降机途中被人袭击 双手中刀 警方到场后 发现停车场后楼梯的地方有血迹 怀疑市主被人斩后 由2楼沿着楼梯下楼 跑到停车场外面的街头报警求助 停车场的楼梯就留下了一条血路 街外的栏杆也染有血迹 另外在这宗斩人案发生的前一小时 土瓜环也发生了一宗伤人案 在今天的晚上7点多 警方接驳一个男子报案 指他在安徽街3号对开 被一个不认识的男子以戒刀施杂 据了解 男市主的有手和面部都有受伤 救援人员接报到场 将市主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起因 据现场消息透露 施杂的男子疑似精神有问题 警方都大为紧张 首持盾牌分批在安徽街 江西街和高山道一带搜寻而返 也提醒附近居民要小心 气氛非常紧张